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不是一回事 它要严重的多 而且传染性极强 人类历史上 在一次传染病当中 这人死亡最多的 不是天花鼠疫 也不是艾滋病 而是流行性感冒病毒所导致的流感 上个世纪最大的一次流感流行 发生在1918年 当时30%的世界人口发生了感染 那么死亡人数是多少呢 约5000万 这比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1000万的战伤人口要多得多 这次流感的流行 使得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 减少10年以上 所以它又被称之为人类的魔鬼 那么 为什么这个病毒会具有如此强的杀伤力呢 今天 我们就来认识一下 流行性感冒病毒 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属于正年病毒科 它可以分成甲义柄三个型别 大家听说过流感病毒吗 对了 H5N1 H1N1 H7N9 大家所讲的都是不同亚型的甲型流感病毒 它是导致流感局部以及全球大流行的主要罪魁祸首 这两张照片都是流感病毒的电竞照片 同学们一看 会不会觉得有点纳闷啊 这明明就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病毒啊 没错 这都是流感病毒 大多数情况下流感病毒呈球形或者是进球形 它是一个中等大小的病毒 直径约80至120纳米左右 但是先从体内分离出来的流感病毒呈高度多形性为丝状或者是感状 流感病毒是一种包膜病毒 由核心和包膜所组成 它的核酸为单负列RNA 非常的特殊 呈七到八个阶段排列 每个阶段分别编码不同的蛋白质 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一条核酸放大 就可以看到单负列RNA I聚合酶以及核蛋白NP结合在一起 共同形成核糖核蛋白RNP 这就是流感病毒的核心 包膜包括基脂蛋白以及脂质双层 其中基脂蛋白1M1包备在核心的外面 它和病毒的包装以及触芽释放相关 基脂蛋白2M2是一种磨通道香切蛋白 有助于病毒进入感染细胞 如果用药物阻断M2蛋白 则病毒不能复制 金刚丸胺就是通过这个机制来发挥作用的 最外面的纸质双层表面 存在两种糖蛋白刺突 呈柱状的是血凝素 Hemagglutinin解称HA 呈蘑菇状的为神经氨酸酶酶 Nuromedase解称NA 这两种糖蛋白是流感病毒非常重要的抗原结构 HA可以吸附宿主细胞 借导病毒进入宿主细胞 诱导中和抗体的产生 NA则可以促进病毒释放 促进病毒感染在体内的播散 大家所熟悉的抗流感药物达菲 就是一种神经氨酸酶的抑制剂 好 这就是流感病毒的结构 结构决定功能 同学们想一想 流感病毒的结构能够告诉我们哪些信息呢 这个病毒是RNA病毒 所以它在复制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差错 也就容易产生突变 是的 流感病毒它是一种RNA病毒 RNA病毒的聚合酶不具备校正修复的功能 所以说病毒在复制增殖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发生叠突变 还有呢 还有可能发生基因重配 因为这个流感病毒它是属于一种基因分阶段的RNA病毒 对了 我们在前面学过一种病毒变异的方式 就是基因重配 当一个细胞同时感染了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这样的病毒的时候 病毒的某些核酸阶段就有可能会发生交换 从而使得子带病毒发生大幅度的大跃进式的变异 此外 流感病毒表面的这两种糖蛋白HA以及NA 抗原呈高度变异性 某一个氨基酸的改变就有可能会使得这两种糖蛋白的抗原结构发生改变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初步结论 那就是流感病毒比较容易发生变异 下来我们就来学习流感病毒的分形和变异 流感病毒的核蛋白和基脂蛋白抗原性比较稳定 所以根据这两种蛋白质的抗原性不同 我们可以把病毒分成甲乙丙三个型别 其中丙型流感病毒抗原性稳定 很少引起流行 而乙型流感病毒的抗原性存在一定变异 所以它可以引起流感的中小范围流行 但是这两个病毒宿主范围比较窄 它们主要感染人类 所以说它们并没有进一步分亚型 也就是说只有甲型流感病毒可以被分成若干亚型 甲型流感病毒它的宿主范围很广 可以感染人、鸟类、禽类以及猪 引起流感局部流行以及全球范围大流行 像大家耳熟能详的H1N1、H7N9 都是属于不同亚型的甲型流感病毒 那么甲型流感病毒分亚型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H1N1、H代表着什么 N又代表着什么呢 H1N1 是的 H就是HA、Hemaglutinin、血凝素 N呢 就是NA、Neuromandase、神经氨酸酶 根据HA和NA的抗原性不同 可以将甲型流感病毒分成了许多亚型 研究发现HA有16种抗原类型 NA有9种 所以HA和NA的不同排列组合 就可以形成不同亚型的甲型流感病毒 HA和NA的抗原变异方式有两种 抗原性飘移和抗原性转变 抗原性飘移 Atigenic Drift 它是一种量变 是变异幅度比较小的一种亚型类的变异 如图中所示 流感病毒1 它在复制增值的时候发生跌突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 跌突变就越来越多 逐渐累积 流感病毒3和原有的病毒1 亚型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原来的 针对病毒1的抗体 不能够完全保护人们免受病毒3的感染 所以可以引起流感的中小范围流行 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都可以发生抗原性飘移 去年我们国家某些地区所发生的流感流行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由于乙型流感病毒发生了抗原性飘移所导致的 而抗原性转变 etigenic shift 它是质变 变异幅度比较大 HA、NA 一种或者是两种 发生了变异 形成新亚型 对于这种新亚型 人群就普遍的缺乏免疫力 所以 它可以引起流感的世界大流行 抗原性转变可以由点突变累积 也可以由基因重配所导致 如果是点突变累积需要30年 而基因重配只需要10年 就可以导致一次抗原性转变的发生 基因重配所导致的抗原性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来看这个视频 情流感病毒在鸟类、情类当中流行 通常不能直接感染人 而人的流感病毒 可以在我们人群当中快速播散 但是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宿主 那就是猪 当猪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 同时从在情流感病毒 和人流感病毒感染的时候 这两个病毒的某些核酸片段 就可能会发生交换 当编码HA或者是NA的核酸片段发生交换了以后 就会导致新亚型出现 那这样就有可能会引发流感的事件大流行 从上个世纪到现在 流感病毒的流行病学资料告诉我们 几乎每隔10到30年左右 就会发生一次流感的事件范围大流行 近些年来又发生了新情况 什么情况呢 就是发现某些高质病性情流感病毒 像H5N1 H7N9等 它们可以直接感染人 而且死亡率很高 我们拿情流感病毒 H5N1型为例 死亡率可以高达58% 而且距离上一次流感的大流行 已经过去了9年 这种情况就让科学家非常的担忧 会发生下一次流感的大流行 那么同学们想一想 要发生流感的大流行 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 提示一下 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出现新的病毒亚型 人群普遍没有免疫力 对 新病毒可以在人体内复制 引起严重疾病 甚或是死亡 是的 还有就是新型病毒 要能够在人群当中传播扩散 好 非常棒 同学们分析的很好 我们看 现在的情况是 某些情流感病毒 可以直接感染人 死亡率很高 所幸 它在人群当中播散的能力很差 但是 我们人的流感病毒 可以在人群当中快速播散 所以 如果是 人或者是猪 同时感染了人流感病毒 和禽流感病毒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发生基因重配 从而导致 抗原性转变 新亚型出现 那么如果这种新亚型 能够在人群当中快速播散 就可以导致 流感的世界大流行 这种情况 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当然希望这种情况 永远不要发生 但是 危险 是时刻存在的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希望同学在下面复习的时候 可以自己画一个这样的 流感病毒结构式意图 结构决定功能 如果我们能够牢固地 掌握流感病毒的结构 就能够更好的 也更巩固地去掌握 它的其他生物学特性 比如说它是如何进行变异的 此外有两个问题留给大家 就是 为什么假型流感病毒 可以引起世界大流行 如果一旦发生了流感的大流行 我们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来尽可能地去减少人群的感染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